花蓮清新潭每年吸引約46萬旅客到訪遊玩 但靠近社區的大牌卻可以發現 附近生活廢水是直接排入潭里 虽然縣府定期清理垃圾 但這些油污飄出來的惡臭 已经让居民难以忍受 当然啦 环境空气各方面都影响很大 最好是应该有污水 做个污水处理厂处理 然后再排放吧 花蓮县议员黄振富 在花蓮县议会提出質询 并要求縣府提出改善 县长也提出配套方案 家庭废水的部分 我们未来会先拟定朝向鲤鱼潭的 这个污水处理的方式来做 那我们也会先做评估 有关于美轮工业区的事业废水的部分 我们已经行文给经济部 也请中央的委员 能够对于美轮工业区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请经济部研拟 而且赶快进行我们的污水处理的建制 而黄振富认为定期清育措施 已经治标不治本 应该把七星潭地区纳入大花莲 都市计划全盘检视 详细规划家庭废水 跟事业废水的改善方案 七星潭这个地方以前是都市计划外的地区 所以说还没有建制比较现代化的 这个污水处理系统 所以这个七星潭社区的生活废水 还有工业区的事业废水 一起排入这个大排水沟 未来先生府跟工业局 工业区这边应该要一起合作 建制一个比较新的 现代化的这个污水系统 我们有福岛附近的餐饮饭店 要装设污水分离草 减轻这个生活污水的负荷 针对住家的部分 我们也会开这个生活污水减量的说明会 则外县府表示 未来将会加强七星潭 排水沟的环境稽查 而后续排污设施的建制经费及做法 将会进一步汇同相关单位 严理评估 原始新闻在Lobbit华林市采访报导